川普總統12月13號發推特 宣布同意和中方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中方同意了許多結構性改變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稍後在記者簡報會上表示 中共承諾在未來兩年 增加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農業 能源 製造業等多樣產品 在川普發推特前約20分鐘 中共國務院罕見的在深夜召開記者會 宣布美中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 協議包括9個章節 涵蓋知識產權 技術轉讓 金融服務 匯率和透明度等問題 下一步 雙方將各自盡快完成法律審核 翻譯校對等程序 在協商安排簽約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週五發表聲明 強調第一階段的協議 建立了強大的爭議解決系統 這14輪、15輪談判以來 中共第一次同意在這個執行機制上 做出協議的讓步 應該是中共在經濟上承受不住了 最後再做出了一種讓步 如果他們開始糾弄 我認識這個總統會再重新 川普當天宣布 鑑於談判取得進展 美國將調整對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 原定於12月15日加徵的關稅 將不會徵收 以加徵15%關稅的商品 稅率減半至7.5% 以加徵25%關稅的產品稅率不變 以此作為第二輪談判美方施壓的槓桿 減稅將在雙方簽約30天後生效 川普也宣布 鑑於北京的要求 將立刻開始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談判 美國官員透露 第二輪談判將涉及中共產業補貼 網絡攻擊 跨境數據傳輸等問題 萊特希則表示 協議長達86頁 將於未來幾週公布 他預計將於明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 由雙方部長及官員在華盛頓舉行簽約儀式 專家表示將密切關注協議的約束力 我想中共不可信對於允許世界的共識 那現在這個機制能不能讓中共不再食言 執行的時候它會不會又生新的辯解 這個我想是最大的問題 專家也表示 即便美中達成階段性的貿易協議 但是雙方長期競爭的態勢 並不會因此緩解 這類的冷戰爭 現在中央美國和中國 這不會將六個月或一年 這一定會將幾個年 如果不是幾個年 新唐記者林嵐 王凱迪採訪報導 請給我們 保密這個月 分別雲 請記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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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